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炖牛肉 首先我们牛肉切大块 我用的是牛腩 切好后呢 水里滚一下 或者你放在清水里泡一阵 泡取一点血水也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些配菜 我用了差不多等量的番茄 一只洋葱 少许胡萝卜 胡萝卜最晚放 所以我们把它先切好 先切好后移味 这样沾板 就可以弄清 或者派其他用场了 那番茄如果你用很熟的 那就可以放滚水里泡个几分钟 薄薄的一层皮 就可以轻松的拿下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还不够熟的 皮厚厚的 那还不如直接用刀削去一点皮 或者留着也无妨 番茄切小块 番茄切小块 好 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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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外皮剥掉 也切成小块 开火 放少许油 那如果你用的是牛腱 或者牛煎肉 你可以多放一些油 姜片 爆香后牛肉下 分些葡萄酒或者料酒 洋葱 番茄也倒倒下 这三样东西 除了牛肉 洋葱和番茄 让它煮到糊 用大火 这样翻一下 慢慢翻出一点水分来 我们就可以盖盖焖了 不用加水 除非你喜欢把它做成汤 牛肉一般要两个小时焖 大滚后 我们开盖 给它翻一翻 然后转成小火 给它焖 中厨好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再来翻动一下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呢 我们开盖 看看牛肉 有没有七八分熟了 然后再加入胡萝卜 再焖 焖到胡萝卜熟烂 最后我们调味 有够酸 所以我们就少撒一点盐 喜欢甜口的 属性来一点番茄酱 大火滚开后就可以上桌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